确实,燕照门事件将阿娇的人生横刀劈成两半 在此之前,她是风光无比的当红女星 在此之后,她是落魄的恋爱脑女艺人 她开始陷入一段又一段短暂坎坷的恋爱中 匆匆开启,又草草结束 在饭局的诱惑中,她坦诚自己不想谈恋爱,想直接结婚 在奇葩说上,她再次伤感地说,想结婚,但根本没人娶我 原因一如她先前所说,他们在意我的过去 她甚至急切道,说哪怕对方年龄比她小,只要爱她,就愿意以身相许 这使得阿娇,太急于摆脱过去的自己 以至于她把婚姻当成了人生的救命稻草,一心只想早日上岸 但人往往如此,越是急躁,越是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 2018年,阿娇终于如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南方赖洪国是个医生,与阿娇认识两个月,便火速求婚 消息流出,很快由网友扒出,赖洪国过去经常流连夜店,情史混乱 因此,许多人并不靠好这段婚姻 但阿娇依然认定,两个人足够爱,便可以长久 人生是个轮回,事事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当初 仅仅11个月,阿娇这段短暂的婚姻便宣告结束 一如当年的她,分分合合,爱恨纠缠,只留下一地鸡毛 伯晶云,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 放不下,便过不去,过不去,便图天痛苦 张博之敢于在镜头前宣称,我从来就不是玉女 陈冠希可以坦然自述,如果回到过去,我什么都不会改变 只有阿娇 这么多年来,她只说一切都怪自己,是自己做了这些傻事 这扇跨不过去的门,好像只将她一个人关在了里面 当爱已成往事,就让往事随风,2013年,阿娇将自己的一名中心童改为中心童,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 2019年,阿娇鼓起勇气参加了演员请就位,在其中饰演阮玲玉一角 她在舞台上尽情释放磨练多年的演技,将阮玲玉生命最后的哀怨和绝望,都深刻地演绎了出来 她说,我完全能感觉到她那时候不能面对那些舆论压力 是的,人言可畏,没有人比她更熟悉这种感受了 以前一个遗憾,本来就是有机会演梅南方 因为我有一个事情,所以没办法在导演的戏里面出现 所以这次我来就是要 明白,我太明白了,我也很感动 为这个,应该给你鼓掌 艳照门后那段日子,她沦为全世界的笑柄,承受着所有人的恶意 她去汶川赈灾,被人嘲讽,是想洗白作秀 她为了新片宣传做直播,弹幕里满屏都是陈冠希 让她只能尴尬地低头玩手机,甚至哽咽想哭 她崩溃的哭诉,我只希望你们至少给我一点尊严 作家刘同曾说,如果你停止,就是谷底,如果你还在继续,就是上坡 那段最黑暗的日子,她终究还是自己一个人摸索着,跌跌撞撞走了过来 2020年2月,阿娇大方的公开回应离婚,两个人相处是一个大学问 双方也不能对大家有什么怨言,这始终是我们之间的私人事 只想讲我们还是很尊重对方的 言语间,带着释然 此前阿娇离婚时,曾有传言说她将永不再婚 但这回她坦然地澄清,我没有说永不再婚 我对婚姻依然抱有希望 很想回应这一个新闻很久了,但也没有适合的时候 我只是说,我觉得我不会再结婚了 就这样,她就写我永不结婚什么的 对,我觉得到现在这一刻我是不会 但我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 世界已痛闻我,我仍抱着一哥 人总会历经千番后,变成笑着说出的风轻云淡 曾经的阿娇,自卑而敏感,被过去深深纠缠 然而,历经人生起起伏伏,她终于看开了,也放下了 前段时间,阿娇出现在一个相亲综艺中,一身材发福,再度登上热搜 很多人说,她是离婚后,自暴自怯了 其实,她在节目中表现得非常开朗,不断揭耿抛耿,全然不介意自己的形象 虽然胖了不少,但她似乎变得更加坦然,更加自信了 她不断地接受世人的审视和评判,却不再迎合任何人的期待,展露出真实的自己,与自己和解 正如赫尔曼·黑赛所说,有些人认为坚持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但有时候,放下才是 新综艺官宣时,阿娇还晒出了自己20岁时候的照片 那是她20岁时候的模样,穿着白衬衣,笑得很甜 身后阳光明媚,一切看起来都充满希望 那个爱笑的女孩钟心童,终究是回来了 她在微博上写道,新的20岁,我学会了珍惜当下的每一刻,也会继续出发寻找未来精彩的每一刻 或许对于阿娇的争议,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 但重新出发的她,一定会在未来的旅途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 人的一生,总有那么些遗憾,也总会错过一些人,做错一些事 但没关系,我们拿得起,也放得下 做到真正的释怀,生活也自然变得美好起来 你要相信,乌云终将散去,你得给她时间,耐心一点 过后的彩虹,你值得等待 人这一生,终究要学会与自己和解 燕照门事件过去13年,阿娇终于放下了执念,开启新的生活 浪荡子陈冠希,成了天天晒娃的好爸爸 真性情,张博之,虽然没能成为贤妻,但成为了众人眼中的良母 陈文元在2016年,和一个全外人结了婚 兜兜转转多年,他们都在不同程度地放下过去,走向新的人生 与自己和解,才能与世界和解 红毅法师说,人生在世,心宽一寸,路宽一丈,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生命中无缘的人,当舍,心中烦恼与执念,当离,无能为力的事,当断 与其继续纠结,不如轻装闲行 就像不该离畅的,纠缠与固执等待,反而是另一种伤害 该舍的往事,就不要一直回忆了 该忘掉的苦痛,就让他随风而逝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